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民进党不要活在虚幻之中 他更强调你知道吗 这过去20年来台湾是整体鬼混了20年 韩国瑜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鬼混了20多年 台湾鬼混20多年如果这样想一想的话 那当年这个马亦主在执政的时候 不是也在20年当中吗 所以韩国瑜一直强调说 众志零分 经济100分 可是他最近不断的在强调九二共识 甚至于对两岸议题频频发言 甚至于连克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也要借机酸一下 但是我们来看 蔡英文总统面对这个北高的市场 针对两岸来抢话语权 倒是很巧妙的就回了一下说 这几天好像就多了好几位 陆委 会主委 不过当韩国瑜不管讲什么 都会成为媒体焦点的同时 有媒体观察到 县林克文哲都在防备韩国瑜 所以府院打韩 是不是把他也当成了 2020总统大选的假想敌呢 可是就在外界好奇 怎么韩国瑜从巴黎岛 度一个假回来之后 开始针对这个中国议题不断发工 就连新新闻都关注到了 担任韩国瑜副市长的叶匡时 事实上他在上任之前 有拜访过上海的企业界跟台办 所以说才会迟了一个月来上任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是不是为韩国瑜的总统大卫来铺路呢 那么不想在两岸话语权上面 丧失了这个表演的角色 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毅 则是语出惊人 他说什么 只要国民党重返执政后 就要来签两岸和平协议 可是我们知道两岸和平协议 也不是新说法了 吴敦毅这时候抛出来 到底是要向中国表态 还是讲给要初选 那么蓝营当中的民众来听呢 只不过我们提到 其实国民党这一阵子 初选时程还没有出来 但是已经进入了 这个天王大乱斗 王金平提换柱 刻意踩朱立伦的痛脚 但是今天洪秀柱讲什么 他说其实如果当年 为什么新郎不是王金平 其实点出就是马英九的原因 那么这一次换红秀柱要拉 马英九下水 只是我们看到 在国民党大乱斗的同时 吴敦毅呢 现在有消息传出来 党中央可能要趁朱立伦 出访的时候 赶快来把这个党员的部分 投票机制 也要纳入初选办法 我们来看 连韩国瑜的核心幕僚 韩国瑜核心幕僚 其实没几个 会是谁 很露骨的说 韩国瑜绝对不会挺朱立伦 难道说现在千算万算 一切的动作 都是如同放言这一篇独家 全是为了卡朱进行大作战吗 今天国民党的大乱斗 带您一起来了解 当然除此之外 一个民众相当关心的话题 在昨天画下了据点 那就是 华航及时罢工落幕了 只是在这一场罢工当中 劳资双方从一开始的各不相让 到最后达成协议 一百六十小时劳资双方双赢吗 结果呢 是全民皆输 或是旅客成为输家吗 我们台语白白 都说有一句话叫做 欢喜到你 难道说现在落幕之后 双赢的是劳资双方 但是我们这些旅客 或者是说纳税人 反而成了肉票 近半官股的华航经营 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 在这过程当中 媒体不断的影射说 有一些官员该出来 站出来的都没有 神隐了 或是说民进党内有所谓的派系大乱动 蔡英文总统说 好了 大家都不要再猜了 只是罢工过后 有关于华航经营权所引发出来 劳资的问题 以及民进党的恩怨情仇 会就此落幕吗 节目当中 要带您持续来追踪 好 开始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厨英好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蔡英宇 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 黄指责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的青年部主任 严若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时事评论员文朗东 大家好 稍后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好 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立法院 一开始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立委 还是首举标语 然后 做事就是摆出一些阵仗 包括说 希望不要网红治国 希望以民生为主 停止派新庆等等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 葵回十三年 苏贞昌 再上立法院 背巡台 带您来看他今天的表现 秦政院长苏贞昌 隆重登场 立委怎么吵起来了 再看一次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举牌往前冲 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一把推下去 冲突一触即发 朝野立委一勇而上劝架 蓝营早就不好振 准备杯葛 但林维州这口气 还吞不下去 变出自备麦克风 要跟柯建民输赢 蓝绿党团各自来声援 道歉 那过年道歉一下 好 谢谢大家 院长看到了 院长看到了 每个会期 闭上眼的杯葛大戏 二十分钟落幕 苏贞昌总算重返讲台 第二次当行政院长 第一次总直询就有政绩 更狂的是首创动画 PPT外加全程直播 一定要做出成绩 苏贞昌台上演说 台下控制简报的 直播开双框的同步作业 高规格 全内阁比照办理 也要求团队所有的成员 尊重立法院 一定要亲自倒查 除非重要公务 否则没人敢请假 新上任的交通部长 林嘉龙四处叙旧 副隔魁陈其迈 人气王立委排队 来合照 回国隔魁首次被询 处处有新意 三连新闻 请人要请的小组谈到 好我们看到苏贞昌的做法 确实对比前面 两任的行政院长来讲 更冲 而且更想让民众知道 执政团队的存在 但是我们另外来反观 就是韩流了 韩国瑜即将到中国去访问 那么他这几天 不断的炮轰民进党 上次韩国瑜就批评 台湾因为政治人物鬼混 所以倒退二十年 但是呢 如果民进党真的能够外销 这些农产品 而且创了历史新高 为什么农于民倒戈呢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反酸 那么好的数字忍忍讲 不过只要是数字差 马上就怪政府 甚至把它遮起来 两造双方 你看这个可以说 选举还没有到 可是韩国瑜显然 已经成为最佳攻击手 带你来看 韩国瑜不止高雄市长 还身兼历史评论家 讲话带刺 千错万错 反正都是政治人物的错 前人的努力 在韩国瑜眼里布置的议题 十三年前担任行政院长苏贞昌 准备充足重回战场 不认同韩国瑜评论 好的结果各方要强 我们政府并没有要独占 但反过来说 今天如果数字不好看 第一个挨骂的一定是政府 怪了韩国瑜出访中国在即 骂民进党炮火 特别强烈还专挑 农与民这根刺 狂酸猛酸 支持民进党的全部倒过 为什么 收入不好 赚不到钱 那如果苏院长认为 外销很好很漂亮 那为什么农民与民心里不高兴 是不是中间有人被剥削 各方都有各自的解读 但结果都很看得出来 好结果也可见 我们各方努力让农民受益 虽然长不想跟着起舞 但有网友看不下去 说2016年蓝线出口低 是因为那年台风多又多 自己吃的不够 那来外销 到2018年出口大陆就大于进口 证实不用你农我农 不必像韩国瑜适事都亲中 货也出得去 三立新闻潘建华 陈君杰 陈嘉文SNG小组最后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麦菜狼讲到 农产品农业 都会认为自己很专业 我想也是韩国瑜呢 因为有北农总经理 这样一个职务 所以当然讲起这个 有关于农作 农产品的部分 他觉得自己很专业 但是他甚至于讲什么 他说呢 如果外销的创新高 为什么这一次选举 农民民却选择 所谓讨厌民进党 教训了民进党 这个很 我想第一时间大家就会觉得 就是要再打脸行政团队嘛 因为昨天苏贞昌的这个po文 就讲说 空前的农产品外销量 那么犹如你在我心中的重量 然后呢 还有就是蔡英文 她的演书讲的这三项 瑞德哥 你怎么来看 但是现在的新的执政团队 比如说像苏贞昌他上来 除了今天在立法院 有备而来之外 你会发现他在回答问题上面 也觉得很对应的上韩国瑜 两兆双方现在变成是 农产品成为第一个攻防焦点了 韩国瑜说的是部分的事实 并非全部的事实 为什么呢 他说的是部分的事实是 没有错 那么在去年1、2次的 这个相关的选举里面呢 农业县 比如说宜兰的农业县 比如说这个云林的农业县 这些确实倒戈在 前高雄县的部分呢 也有倒戈的部分嘛 所以这些农业的部分 包括农渔民等等的反弹 是有的 是有在的 那么为什么呢 你看包括这个高丽菜的事件 后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买了很多高丽菜 然后大家想办法解决 这个高丽菜农的一个问题 因为种了太多 想种的结果 骨剑伤农 当你种太多的时候 农委会 当时的农委会 你只能用消极的方式 而没有积极的赶快想办法 而且你凭相关的 这个高丽菜的菜价 太低的问题 那至于渔业的部分 那是跟渔业三法的修法有关系 包括你渔业 那跟国际有关系 然后最后你渔业署等等 然后修法了以后 连一个渔船上面的油漆 你都要划个30万 所以这一些在选前 他们才几千人来台北抗议 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 就是买跟卖中间的问题 我贪不吃 所以我就是民进党 不要急事 你都不是那么容易了 你知道吗 它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但是韩国瑜人家点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它说的 那么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民进党也要去反省检讨 我刚刚说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说 那只是部分的事实 而不是全部的事实 为什么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你还记得 吴宁宁当时去帛琉的事件吗 几个货柜大家买到头去有没有 就大家抢购一空 然后后来还继续 北农还要继续进行 运到帛琉的事情 这不是好事吗 因为韩国瑜现在做的事情 不是也希望运销到 除了中国南方城市之外 其他东南亚哪里的都来买 不是更好吗 只要能够运出去 都是好事不是吗 那么事实上 就告诉你一件事 不是人家都做的东西 都完全都一无可取 不值得你去讨论 那么在账面上来讲 在公斤顿数来讲 政府说的是一个事实 那么政府必须要让老百姓 尤其是农民 我跟你讲 农产品没有什么了不起 农民能够得到 他应该得到的利润 有贪的吉 他愿意种 他能够养家活口 然后相依者也不至于 变成为冤大头 然后我又可以用 比较合理的价格 买到我要的农产品 这不是两大单高 韩国瑜不是北农总经理 不是卖菜狼吗 他说渔民赚不到钱 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倒希望韩国瑜市长 在去中国之前 那么我相信他自己本身 当过北农的总经理 那他不是卖菜狼吗 他对这一块 他都提出来了 二十年来都在鬼混 这二十几年来 也包括你在做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还有其中有八年 不要忘记也是马英九 在当这个 等于说 因为他说政治人物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是卖菜狼 他是卖菜狼 所以不算 好了 那政治人物 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你的党主席 那时候的总统马英九 也当了八年 二十年里面也包括他八年 你知道吗 那八年来干什么 马英九你说他一无是处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这马英九呢 台北市的房价那么高 高到厕所 我都马桶 我都买不起 那一块马桶厕所的地方 比我们家整栋到贵 你知道吗 那不然马英九让房价 飙高成这个样子 他怎么会一无是处呢 所以事实上 韩国瑜他现在所讲的 因为他声量高 所以他想把他的延续 但不是韩国瑜 全部都是对的 所以请韩国瑜市长 勇敢的 专业的 特别告诉我们 为什么 这些农业的生产者 这些农民也好 这个菜 渔民也好 这些种水果的 种蔬菜的 种什么 很奇怪 那为什么他们卖到了 你北农 对不对 用北农大家来 把它分销出去 想把出去以后 怎么 他在原产地的价格 到我们消费者买到的价格 是差那么多 中间剥削 谁拿走了 请韩国瑜市长 告诉我们 勇敢的 专业的 告诉我们 是谁 全国是谁 我们大家心目中 我跟你讲 这几十年来 我一直很多的 纳闷的问号是 菜虫跟果虫是谁 救出来 韩国瑜曾经讲过 是谁 他们说 你们民进党 抓菜虫抓了这么久 也抓不到啊 他的这句话是说 唱得很好 你也没有 还是说 其实他知道是谁 真的没有 还是真的有 这个问题 其实就蛮有趣了 来我要问一下 因为异于来自 这个农业县市 嘉义县 嘉义的立委 我找到一篇 旧的文章 但是我必须讲 这是旧的文章 这是金周刊 在2017年 4月6号时候做的 他说这个是 张荣卫啊 农业帝国 全解密 我先念一段就好 他说民进党 攻下 攻不下 农会选举 与其说是败给国民党 不如说是败给张荣卫 张荣卫家族 及其盟友势力 深入到全国农会 在辐射制其他组织 农业系统 几乎说建立了 无人能够渗透 难以动汉的农业帝国 来哦 就要揭秘咯 所以2014 2016 这两场选举 接下来 当时确实是 民进党 这个战功连连 但是农会系统 是不是就是攻不下 两年前农会选举 确实民党还是大败 全国农会 一样是在 张荣卫的体系 那因为张永成 就是全国农会的总干事 那农会是透过地方选举 但是说地方选出的一个 全国农会的一个代表 有地方农会 然后所以你每一家农会 他都有他的全国农会的代表 所以你等于你要当到 全国农会的总干事 你等于在全国的一个农会 你多 你至少全国农会 你要占赢一半以上 那以目前张荣卫家族的 在全国农会 大概他们占了三分之二 强 所以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整个农会还是张荣卫 张荣卫的系统在 帮我们解说一下 对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全国 这个是中华民国农会 就是我刚刚讲的全国农会 那他现在的总干事 是张永成 那张永成大家知道 他就是张立善的先生 就是张荣卫的媚婿 那现在的里面的常务监事 是白天之 那理事长是萧景田 那这两位都是前委员 前立委 他跟张荣卫都是在同期的 所以东西盛喜这会怕天啊 因为大家知道 萧景田在张化的 张化农会也是影响力很大 那白天之这个是在高雄这边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说 在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系统 那后来最后的全国农会总干事 就是张永成 那大家要知道 韩国瑜为什么可以在北农 当任这个北农的总经理呢 他就是靠农会系统在支持他 除了农会系统 因为北农有四大股东 第一个股东是台北市政府 第二个股东是农委会 第三是农会 那第四个大股东 就是全国合作社 农产运销的合作社 那现在台湾的农产合作社的 全国联合会的理事 叫做张其蒙 那张其蒙是谁呢 就是张农会的弟弟 张弟弟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韩国瑜他当时候在北农的时候 尤其在马英九执政 台北市还是好农兵的时候 他在里面是掌握所有的股东 所有的股东都是秩序的 包括农会 包括合作社 所以中间有人被剥削 韩国瑜算不算 知道 他一定知道 因为整套的一个产销的系统 是怎么是运作的 那中间的中盘三赚多少钱 那从农民的收购是多少钱 尤其你知道合作社 他就是直接接受农民 农民的东西没有合作社 合作社拿去北农的市場 去打买 所以他整个拍卖系统 是这样在运作的 所以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发生 说古建商隆 还是说有发生了有人 在中间剥削 我想这台韩国瑜他会了解 那他应该要勇敢讲出来 瑞德哥说的 你如果知道你说一下 也对 这一块他也不会去讲 为什么不讲 他现在说这台对于不好处 因为毕竟他整个系统 大概他还是都牢牢抓住 不管是他合作社 所以这个云林女婿 跟云林张加班 也是脱不了关系吗 当然就像我讲的 就是说韩国瑜 他可以当北农的总经理 就是来自于说 当时候有农会的系统 有合作社的系统 那这两个体系 都是在张农卫这边 去支撑他在北农 最基本的一个 他在里面就自然有他的分量 好那现在韩国瑜去讲到说了 他卖农产品很厉害这件事 基本上台湾的农产品 是持续都有在做外销 好那韩国瑜他也很清楚 台湾的农产品过去外销到日本 但是因为日本 它的一个检疫的条件 是最严格的 又非常的严格 使得农民他的 他除了说他前一年 我就决心说 我种的农产品 我种的小番茄 我种的香瓜 我种的香蕉 我就是要卖到日本 所以我就要按照外销 日本的检疫的一个标准 可是这个检疫的标准是成本比较高的 所以农民并不会一开始就考虑说 我要外销到日本 他会说我在国内先找市场 等到这个东西 怕买买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教政府说 你政府都没有办法 快想办法 大家销出去 所以它问题是在这一块 不断地在循环 就是说 我们永远没有把外销这一块市场 当作我们所有农产品的第一 它在种植的时候就列为考量的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现在因为中国市场 它的检疫的标准比较低 而且中国在购买的时候 有时候并不是单纯 只是它为了购买而购买 它可能有其他政治因素的一个考量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蔡英文 就是我们这几年来 农委会我们在努力什么 我们除了在日本市场的部分 我们去鼓励很多农民 去跟她说 如果你要进入日本市场 你可能要提早布局 提早规划 所以这部分的量是有增加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们打了香港市场跟新加坡市场 因为新加坡市场 它的检疫的一个标准 跟台湾比较类似 所以农民可能可以在说量多 然后需要偷我们的量的时候 然后再去外销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几年我们的外销成长 最多的是什么 是回教市场 因为我们鼓励了很多的农民 他们的农产品去做清真认证 那清真认证 目前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的 它必须要透过政府的力量 然后到有清真认证 比如说菲律宾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 然后让它的农产品 是取得这样的认证 那现在农委会也积极要布局说 在台湾里面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 清真认证的一个系统 那有了这样一个清真认证后 你的农产品就可以打到回教世界去 所以这几年来 基本上政府是一直持续的 要去帮助农民来做这样一个外销 那这样的一个成长呢 如果韩国瑜要把它说 这个都是看不见的 中间有人剥削了 这都是在鬼混 那我想韩国瑜他可以自己扪心自问说 那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在努力做的东西 以及说我刚刚讲这个 要打通日本市场的这一块 你在北农当总经理的时候 你都不讲 因为那个时候 不管是马英九执政 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建议的 你当时候都不做这样的建议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 你很会处理农产品 你只有处理一块 就叫做中国市场 那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市场的时候 当时候朱立伦的岳父马 高宇伦组了一个农业考察团 到了中国去 也是说我要把台湾农产品卖到中国 好在当时也有一些订单 为什么这些订单现在不见了 就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最严重的就是说 这些农产品到了中国之后 结果被学会了 他们会用了 知道台湾的种苗了 所以他们就自己做 就自己生产自己做了嘛 就大了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所以我认为说 韩国瑜现在不断地告诉我们 中国市场多好多好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市场 是真的可以持续 是可以久远的吗 好来 子泽我一定要让你回应一下 就是像这个网络上也有讲 就是说像一开始 这个挺 算是挺烂 反律的就说 这个图是造假 因为其实 民进党的成绩也没有这么好 但是立刻就有人拿出来说 因为打击民进党这边是掐头去尾 好也就是说 其实更糟的2011年 后面2012年也没有 那更好的2018也没有 好不论如何 现在好像都在玩数字游戏 但是我们这个想问的就是说 来啦 韩国瑜都直接戳破盲点了 都说中间有人 欧欣让农民赚不到钱 是谁 卖菜脑要不要告诉我们 另外就是 他说鬼混20年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也有这些人在里面 我先讲这个20年 如果20年 现在是2019 20年前 扣20就是什么 大概是1999 1999谁执政 李登辉 李登辉总统执政 所以他讲的是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到现在 蔡英文等等 我相信他数学没这么差 大公司来一个就对了 他一定是知道说 里面包含马英九执政时期 那我觉得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扣认马英九跟李登辉 结论吗 他可能觉得说这是 如果这20年来 台湾的经济没有大幅成长 他可能认为是历史工业 就是说不管蓝绿 都有责任 为什么 因为他昨天参加这个产业经济的论坛 如果再谈到过去台湾的经济 袭击那段时间 黄金时代 1970 1980年代 当时有孙玉璇 有李国鼎 对不对 让台湾的经济起飞 有十大建设 那相较起来 这近20年来 的确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偏低 大概2% 人家马英九有爱台 十二想建设 是吗 马英九之前 我们有一年经济成长 还8点多 也是不错的 那是因为前一年太差了 是吗 如果我们认为人家 要这样比输事的话 那比不完 待会我再讲说 台湾当年的经济成长 有部分是牺牲农业 因为是低粮 工业 我们先让指责讲 我们先让指责讲 等一下会再回应 这个课题太大了 如果经济成长 背后那讲不完 两个小时也讲不完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韩国瑜 我坦白 刚刚一直讲 他现在有这样的声量 或者说他有这样的民间声望 所以说他很敢 很敢这样讲 佩服他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说经济成长 过去马英九政府做得不够 那我觉得他这样的批评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或者说我可以认同 大家都希望台湾更好 那至于说这个 到底就是说这个农业农产品外销这个数字 事实上大家都觉得是新高 的确是新高 数字不会骗人 我查了一下 2018年 就是去年 我们农产品外销是54亿美元 这个历史新高 是不是真的很高 是历史新高没错 那之前 比之前高很多吗 我跟大家报告了 再往前 次高是103年 就是2014年 是多高呢 是52亿7美元 欢迎来自这一次的新高 大概比次高多了2亿美元 那你说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我承认 我没什么话好说 但是 有没有高到蔡英文 可以起来跳到 哇 我们今天很高 我们太大钱了 有没有 第一个 人民的感受没有嘛 第二个 这个高 的确是高了多少 大概60亿啊 大概60亿台币 好 那如果要比数字 那来比啊 那我们观光外汇少多少 2017年来比的话 比2015年 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期 少了多少 840亿 所以我说 这个数字 就是说 如果民进党要说自己好 会拿出一些漂亮的数字来 国民党要说我们自己好 我们也会拿一些漂亮的数字来 可是重点是什么 都可以 都可以拿出来 好坏 重点是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选票最准嘛 那如果民进党说这么好 那请问去年为什么要大败呢 所以这个 所以包含这个数字 过去蔡英文批过马英九是什么 什么 什么只会用 说他是数字总统 只会用冷冰冰的数字 治理国家 等等 那现在如果他一直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他会落入自己 过去在骂马英九的那一套逻辑里面 所以就回过头来讲 那韩国瑜现在 我觉得他的高度真的也不大一样了 就是他一个高雄市长 可是他的确 比如说在两岸问题 在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上 他现在多所发言 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为什么蔡英文一定要针对韩国瑜的话 屡屡就要回应 你们国民党怎么看 你们觉得什么 我觉得 是真的像联合报的标题 府院已经把他当成2020总统的可能 加上低 是 我觉得蔡英文心中 现在大概很怕韩国瑜出来选 所以他现在有关于一些政策的发言等等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很会适时的回应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是 就像刚刚指责也讲了 韩国瑜现在讲话 有一定的高度 这可能不一样 可是他 你说这个鬼混20年 感觉上有一种 蓝绿兜批蓝绿兜打 感觉上有没有有一点点像 前一阵子很呛的柯文哲 当时他也走所谓白色力量 蓝绿兜打 所以这个是不是都要走向总统之路呢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田净新台湾 我们来欢迎资讯媒体人黄创夏 丑英好 再好 好 欢迎创夏哥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真的如同 刚刚我在进广告之前 问了国民党的黄指责 指责也认为说 这个感觉上 民进党很怕韩国瑜出来选 真是如此吗 这个标题上面 联合报说了 府院打韩 当成总统大选的假想敌 感觉上不是只有农产品 再来看这篇文章 北高两位市长对两岸的定位 蔡英文回应是说 这个是看起来软软的 可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反击 多了几位陆委会主委 创夏哥观察政治这么久 尤其你蓝绿都了解 所以现在总统2020大选 是呈现一种韩国瑜要出来 连府院都要紧张了 其实现在对府院来讲 要去打韩 这是一个策略上 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而这个其实是因为 在这个状况 我们知道选举 我们看选举 就像柯文哲最近就很有了解 大灯泡小蜡烛的现象 当有一个灯泡特别亮 尤其韩国瑜月亮跟着兔子走 对不对 兔子跟着月亮 好亮 好亮之后呢 他不需要去射太阳了 后裕不需要了 因为四个太阳都变成夕阳了 你看这几天 被他盖住 那几个了 对不对 就像吴敦英讲说 我等被人30年 没有人要理他 朱立伦没有人要理他 他今天去美国 还是昨天去美国 对 他在台湾没事干 立委的选举 立委的提名 他没有发言权 找到美国去 朱立伦是最不需要去美国的 因为那个维基姐妹讲的 他是要被保护的对象 他是美国的好朋友 对 他是没事干 他在台湾 所以朱立伦也没了 那王金平呢 虽然去讲一下洪秀树当年的故事 大家谁不太管你了 所以没有 只有一个韩国瑜特别亮 所以泛男的人呢 其他人都没有光芒了 真的到选举过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每个人都变定手中 没有新闻 没有话题 就是感觉支持度呢 你就会看到慢慢的往下滑 往下滑 然后里面其实心里最苦的 也在一个人迟疑的时候 我都没有参选 今天这一战不进战的话 可能下一战就没有电了 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的整个光芒 也全部被盖掉了 所以把它挡成一个大选的假想敌 是 然后这个时候 以蔡英文来讲 她在选举完毕之后 进入了加护病王 幸好那个习近平的讲话 幸好川普中美对战 所以她从进到普通病房 给了她强新增 副建总要需要有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民进党的力量 针对一个很可能 很可怕的假想敌 然后民进党就会比较容易 缓解 缓解起来 然后这个状况又很像 我们也看到是说 很像2001年2002年 当时也有这个标题 那个叫做府院打马 当成总统大选加讲敌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其实那时候马英九 陈水扁才连任上来 马英九台北市长 声望最高 第一任还刚刚做到一半 结果那时候是天天打马英九 那天天打马英九 有什么好处呢 连送不见 就弱了 就是在昨天2月14号 我们还记得当年的 情人节相会 也是你龙我龙 可是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而民调之高的 七十几 陈水扁只有十几 大家都以为说2004年天下已定 可是就是因为那过程中 大家都只看马英九 谁看连送 没有 所以连送的声望 大家觉得 我们将来有个救世主 泛男的个性有个麻烦 泛男的个性的麻烦就是 他们只相信一个救世主 就是有点像北韩 我只认得你 金正恩就好棒棒 然后跟着了这个月亮了 就要跟着他走了 所以他们当整个泛男的选民 只认得韩国瑜的时候 那当韩国瑜真的参选 对民进党压力很大 但是韩国瑜才刚刚去 而且整个高雄 这次韩国瑜 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是因为大家痛恨北漂 尤其是痛恨北漂时期高官 你在我高雄这边 沾了光之后 你没有回馈 你就走了 所以韩国瑜要参选 当然在整个拱是有机会的 他可能在这拱的过程中 他也慢慢的不知道 怎么去拒绝了 可是他真的参选之后 那变成是整个台湾里面 这个政治里面会 很讨厌韩国瑜的会集结 很喜欢韩国瑜会集结 而这讨厌的人 他当只在一个对手的时候 蔡英文就可以从 普通病房里面说 我现在进入了复健市了 我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强壮 所以其实打韩这件事情 当成假想题 你看到当年 为什么陈水平要打马银九 其实最后的状况 不见得整个国民党会得力 好 如果像这个创夏哥 所说的这样的话 好 但反观回来 如果民进党这样的策略 是对的就是现在 府院打韩 但是我想问市长 那对于韩国瑜来讲 你这个高雄市民 看你们市长 每天感觉上很忙 但忙的到底 跟市政有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他 是每天都在发红包 红包到今天还一直在发 但问题是他对两岸 对这个农产特别有兴趣 那他这个策略又是对的吗 韩国瑜他是真的很忙 这我可以证实 因为有很多高雄的朋友 其实也是在商界工作 他一直在跟一些权贵 商人打好关系 他半个小时在房地产这一场 半个小时之后就去下一场 所以他过年的时候是真的很累 因为他过年前的话 酒是一餐一餐这样在喝 其实是把高雄既有的一些利益阶级 既得利益者阶级都笼络起来了 所以这是韩国瑜他累的地方 那其实前面讲是说打韩是不是一个辅怨的策略呢 这个我不敢多说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策略的话 那要小心 韩真的出来选的话 这个策略就反效果了嘛 所以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打不能打太用力 打到太猛 求反之下来就不得了 假设如果这是策略的前提是说 韩绝对不会出来选 藉由打他来打压国民党其他人的声势 万一他被拱出来 我知道是对于很多泛男的民众来讲 创家哥刚刚讲的一点没错 只认一个嘛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认韩国瑜啦 对他们来讲的话 什么朱立伦 什么吴敦义 他们的什么样装脚基层都不重要 重点是泛男民众要赢嘛 他就是要讲赢啦 但是他为什么要讲赢 其实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不真理智啦 因为前面指着哥们讲说什么蓝绿一样烂 会讲这个就是国民党啊 我会讲这个 我会讲出蓝绿一样烂这个词啊 你说什么历史共业啊 历史共业啊 历史共业 历史共业跟一样烂的 所以你觉得蓝绿不是一样烂 倒退20年嘛 倒退20年 从零段再开始 基本上是一系列的话术啦 你这几组话术加在一起就是说 谢谢朗东帮我解释 解释成为你自己的意思 那你觉得蓝绿是不是一样烂 当然不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蓝比较好 如果蓝这么烂去 蓝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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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蓝比较好 你觉得蓝比较好 我们执政的话 对于台湾经济各方面 两岸和平的发展都比较好 这是事实 我觉得你真的是超越大部分的认知啦 因为马英九在这期间 你看所有的数据 不管是外资进来的投资 53亿美元 蔡英文2016年的时候 到上百亿 2017年的时候 70几亿 到马英九的举债 到马英九的种种的投资 还有失业率 全部都蔡英文比较好 结果他还有脸说出说 其实这个是历史公约蓝比较好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看的 来我来看一下 这个民党的青年部主任 来 这个我想希望这个若芳 去当青年部主任 就是希望说 多了解青年的想法 刚刚创下歌有特别讲到说 今年刚好是属于的 中美贸易年 贸易大战年 还有中美对峙年 所以对于蔡英文总统的强项来说 其实就是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的部分 他确实是掌握得很好 但是来看看韩国瑜 现在拼命打两岸 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北高两个市长 其实一直都是媒体关心的 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那当然你看像 现在柯文哲很明显 没落了很多 包含他现在开始讲话 然后之前消失了一阵子 因为全部新闻 每一则都是韩国瑜 那依照我对柯文哲的了解 其实他最近开始 有一些动作了 他会去抢一些话语权 那当然现在在2020的 现在总统大选之际 最重要的话语权 当然不是市政 当然是两岸关系 因为当你开始 讲两岸关系的时候 其实媒体开始就会去读卖 然后你就会一直 在媒体上面曝光 那你看 像我先讲韩国瑜好了 韩国瑜他说他是卖菜狼 大家不要忘记 他在北农的时候 当总经理 台北市的农产 到底价格波动有多大 只要以台风 当然现在我们没办法去控制 但是稳定物价 稳定菜价 其实是北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你看他在任的时候 那个菜价波动 你只要一风灾 隔天的报道都是 什么香菜葱 已经涨了十倍二十倍 甚至买不到 那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卖菜狼 那你再比一下 那个吴云宁 吴云宁 你经过了那个 我们南部有个大水灾 菜价隔天有涨吗 其实没有 反而大家都买得到 然后菜价是稳定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个韩国一直讲 他是卖菜狼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不要再自己一直 称自己卖菜狼好了 因为这个价格 真的实在是菜股有定的 卖菜狼现在说 中间有人黑色 大家会说很清楚 是谁没有 让人民贪到钱 那所以 他现在一直在讲一些 比较高阶级 高层 就是总统阶级 在讲的一些话语权 你说 那他说什么 如果农民渔民 就是因为民进党 没有对他们 让他们没赚到钱 然后所以是因为 我们2018年的败选 我觉得败选原因 有非常多 刚刚瑞德哥跟亦宁哥 都有讲到 那我再问一下韩国 他当高雄市长之后 他到底见过几个农民 见过几个渔民 包含他自己在选的时候 他连他自己的 选区 连他自己的户籍地 有几个港口 他都不知道 那所以 你凭什么讲说 这是渔民农民的心声 所以选举的败选 有很多原因 当然不可否认 可能也许 赚钱上面进出口 可能也许会占一些比例 但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请韩国瑜市长 就是 你的市政 现在到底在什么 你讲一些天花乱坠的 什么爱情产业链 然后说 你因为要看爱情产业链 然后你当选之后 花了40万去做直升机 才发现原来高雄的空气 这么差 我真的觉得 你这样应该早就知道 因为你随身攜带 空境情境机 你应该早就知道 不是而现在 做了 花了40万做直升机 才突然觉得说 哎呦高雄的空气 怎么这么的差 空气污染 你现在才要治理 你已经上任 已经有一阵子了 有几个月了 那蜜月期 我觉得快过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你现在一直在 抢这样的话语权 当然大家现在 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因为民进党 故意要打韩国瑜 然后让他可能 一出头 可能有些人 就会去攻击他 什么 但我觉得这些 都是大家幻想 因为其实你自己看 韩国瑜跟柯文哲 当初在2018年 选举的时候 大力捧他们的是谁 其实背后都是中共 那当一个他在台湾 也许在网络声量上面 也许真的会有影响到 很多事情 很多人民的想法的时候 总统难道不需要 赶快去来去讲吗 总统不是只针对 韩国瑜回应 他其实之前 也针对柯文哲 也有回应过 所以我觉得 大家的想象空间 也许有点太高 因为这是国家的问题 国家安全层面 国安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 如果容易误导民众的话 我觉得政府是 有义务出来 第一时间去澄清 第一时间去回应 到底告诉我们国家的人民说 两千三百万人民说 我们现在的未来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对 因为想象空间 其实可以任何人想象 一句话或一个牵施 都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国安回来更多讨论 我们来看到韩国瑜这阵子 确实是抢抢棍 不只是农业的话题 更重要是大家关注到的 是他从你农我农 再到呛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其实都感觉上在抢中国的话语权 新新闻这一期还有一个报道 我要你给大家听 就是他特别关注到的是 叶匡石的角色 叶匡石为韩国瑜 中国行探路吗 他先在就任前 到上海拜访企业跟市台办 那么迟到一个半月才就任 我想问的是创下歌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最近讲这些你农我农 都是为了他要去中国吗 但是他为了要去中国 真的是因为叶匡石 已经先去前面探路了吗 其实他对韩国瑜来讲说 我们都知道说 豁出去以台湾来讲 尤其我们的冷链技术 这些外销的一个保存技术 这都需要时间 需要科技 我们一时之间 也没办法跟新加坡 甚至埃及的冒 中国的柑橘都比我们冒果光多 因为他们那些技术 是长年累累起来的 然后我们当然做这件事情 但短期之内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货出去 大概还是中国是出药的 人进来 当然就是陆克也是最主要的 是最容易让他看到 这个成绩的 然后明显的是 感觉到说我竹云天 比昨天多赚一块 他就成功了 可是现在一个状况 就像移民书这样的 同期一月来比 结果这个货 来台湾的人 还是少了19.8% 所以这个时候代表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这个体制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完全不一样是说 他一定韩国一切才叫 芝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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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他要讲给国台办听 因为他要国台办 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当初的时候 习近平讲说会台31条 所以到厦门的时候 各地方政府 因为是最高的 芝麻开门了 所以下面人是 上面的意思清楚了 就是马上就跟进 最后有一个省的 是会台71条 但是如果最上面的人 没有开门 没有讲说 我们要开始有个新方向 下面人是不敢动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韩国瑜最近 他讲的这些话 他要讲给国台 并且国台办要讲说芝麻开门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 保持着跟蔡英文 维持着一个冷冻关系 然后以读不回 那这个时候没有开门 所以他想说 至少你高雄这边要开门 所以这个要去敲门 你去光看上海没有用 因为最后还是国台办 尤其是习近平 他这样一个权力一把抓 这种状况 所以他一定要讲给北京说 我听到了 好 所以说来 以现在国民党的这些 感觉上不管是朱王 好像通通都一定要让北京 国台办来芝麻开门就对了 包括连不一定会选 才刚选上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也要对北京芝麻开门 吴敦毅说什么 吴敦毅说我们重返执政 我们要谈和平协议 对 基本上从吴敦毅 抛出了这个和平协议 这算是吴敦毅他在 这几年他对中国讲出 最大的一步了 最你聋我聋的 最你聋我聋的一句了 对 过去吴敦毅讲 还不会这样 因为吴敦毅他 事实上他有点顾及说 台湾事实上还是有一些 站在比较本土 比较不希望台湾跟中国 绑在一起的一个例子 所以吴敦毅过去 他蛮坚固这一块的 他觉得说至少我 我争取国民党要选总统 可是我还是要顾及这一块 这次他就直接这样说 事实上两岸和平协议 就是马英九就讲了好久了 在马英九讲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市场 对啊 也没心啊 对啊 大家也没有理他 所以吴敦毅干嘛去 把马英九的话 再去copy一遍 就是他也知道说 时期点不同 因为大概就是韩国瑜 在这一次在高雄的选举中 他可以用九二共识 这样的四个字 然后贯穿全场 然后豁出去人进来 然后变得说 哇 好像说 整个高雄民进党的组织 都被翻盘了 似乎就是靠着九二共识 他们认为的这一句话 所以吴敦毅觉得说 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去讲这个 是说民众 是有市场的 民众认为 亲中真的有市场 所以说你们民进党 才会输 对 就是大概像国民党 我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内部这样去判断 但是从韩国瑜 他虽然讲了你农我农 到吴敦毅都这样讲了 所以他们就是 现在国民党就认为说 台湾人现在对亲中这一块 没有那么排斥 还是会因为国民党亲中 然后来支持国民党 那就误判哦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辣台妹是怎么出来的 辣台妹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因为国民党一直亲中 所以相对应的 反对这么亲中的人 自然也会激化 所以现在就是说 有一点就是说 统跟独 虽然大家都不去讲 可是在这个双方的一个 角力的过程 就是说韩国瑜不断的去讲说 我们要靠中国怎样 事实上你就相对应激化了说 我们比较顾全台湾主权派的 所以他们当然就会认为说 蔡英文 尤其在他过年的时候 对习近平的呛回去的时候 习五条的时候 他把他呛回去的时候 然后辣台妹 开始风行全台 这个大概就是说 彼此这样的一个激化 那这样的一个激化的结果 我觉得就是回到了2020 因为总统选举 总统还是涉及到了两岸国防 以及外交的一个部分 所以回到了总统选举的一个正轨 确实就是要谈两岸关系 那如果谈两岸关系的话 我认为说在这个城市上 蔡英文的强项也是这里 那在这个城市上 我们民进党 如果可以在这一块好好努力的话 我们在论述上 我们也不会输国民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吴对义说要签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但是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一定要念给大家看 那就是吴对义抛和平协议 但是西藏签了是换来什么 三次的血清镇压 跟百万人的丧生 很多人前一阵都在谈西藏的问题 所以和平协议真的是两岸之间的保障吗 但是更可怕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都是 现在感觉上国民党的天王们 都在想办法要争取北京的芝麻开门 不断地加码 吴对义讲和平协议 然后王津平也说可以去中国看看了 那么韩国瑜更是直接讲到了 你农我农 朱立伦比较特殊 他到现在还没有表态 他前往去美国 但是是不是卡珠大战要来呢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